你要是问我纳塔人气最高的角色是谁 容我思考一下 除了火神以外 我想他可以当之无愧地战下第一 男女通知 众祖祖之引人匹为一登场 日推彻底被霸榜 前三十几乎全都被原神给占据了 这才是真正的黑暗降临 但是排在第一的并不是火神 而是基尼奇 他到底有啥魅力呢 首先他的中配是万叶同宽 肯定有不吵的妹子玩家 已经欢呼雀跃了 哇好帅啊 好想把他抽爆呀 能不能5.0就上线呀 但是再仔细一瞅 你看到热搜第五 就应该有所警觉了 当我一看日配CV 恍然大悟 米哈游你快说 你不是故意的 二入子撒子K的同款配音 咱就是说这气质不能说像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就连这护鹅都有几分熟悉的味道 如果再配上个细节轮演 轮回演 那简直就是完美 这时候你可能想问了 名人是哪个呀 哎不是 原神啥时候逐渐变得抽象了 这位自称伟大圣龙的兄弟 似乎都有点香醋疯了 我都纳闷 这玩意时装之后咋见魔啊 平常都是个MC里头看原神 没想到有一天 也能在原神里看MC了 而且他的日配CV 就是名人通款 这纳塔实惠 抽走柱 送名人 名人竟然成为了 左柱的通灵兽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火之意志的传承呢 Honoha是火之国 纳塔也制火之国 啊我懂了 原来纳塔就是木叶村 爷还是黄毛 好家伙我懂了 原来爷 生来就是要当火影的 我发现米哈游真的很有意思 丰南日配是调查兵团 纳塔日配直接搬来了木叶村 纳塔的那是哪路托德纳 火之国有火之意志也很正常吧 纳塔飞舞之处 火翼生生不息 这基尼奇真的是不得不抽了 原神又何尝不是火影的最下代餐呢 日配一开 期待木火影归来 爽